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推特无疑是目前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之一 这应该是马斯克看上推特的原因之一 甚至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也因为无法割舍推特上巨大的关注度 退而复返 被人嘲笑没骨气 最初 推特作为一款交流工具 问世时的理念是 一方面要实现真正实实的全球对话 另外一方面让人们可以无障碍地 及时创造和分享想法和信息 第一条它实现了 可是第二条 推特与它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一切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 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随着推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它受到外部舆论和政治压力的影响也越来越多 慢慢地 推特被迫增加了一些用于控制言论的手段 比如说加标签 刚开始只是为了打击垃圾邮件和金融欺诈之类的东西 渐渐地来自政府或者是权威机构的人 或者是某些领域的权威人士 开始要求推特控制言论 开始是一点点 然后变得越来越频繁 再往后就停不下来了 推特对于言论自由的审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亨特·拜登的电脑门 12月2号 马斯克通过独立记者马特·泰比 以推特直播的方式发布了一系列的推文 公布了推特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 压制纽约邮报 关于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报道背后的处理内幕 作为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之子 亨特的笔记本的内容不只是包含海量的亨特·米兰的私生活 甚至涉及儿童色情方面的东西 而罪令左派承受不起的是 其中也涉及了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任副总统期间的不当行为 2020年的10月 纽约邮报通过朱利安尼得到了这些硬盘中的内容 报道了关于亨特·拜登电脑中那些淫乱私生活 不过这些内容被推特以骇客提供的资料为理由封杀了 泰比花了四天的时间 阅读了几千页的推特文件之后 开始正式披露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他说到2020年 来自政府高层的相关人员要求删除推文 已经成为推特的家常便饭 他举例说一位高管会写电邮给另外一位高管说 更多的内容需要拜登团队的审核 收到邮件的高管会回复 已经处理 俨然这已经成了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不管是名人还是不知名的人 在推特上都会因为政党的要求 而遭遇被删除或者是被审查 不只是拜登竞选团队的请求得到满足 来自共和党的某些要求也得到满足 但是基本上在美国 左派的声音要远远大于保守派的声音 几乎所有的媒体和科技大平台都在他们的手中 推特平台也是一样 他对左派更加开放甚至是拥抱 这个系统是不平衡的 推特过去和现在基本上都是由 统一政治倾向的人组成 泰比爆料 推特高层在2020年将纽约邮报 有关亨特拜登笔记本的消息标注为不安全 从而封堵了所有相关的内容 在亨特的笔记本中 被检察官发现了不少与儿童色情相关的内容 被推特设定为最高级别的敏感内容 采取了非常措施来压制这些内容 比如删除链接 给予发布这类消息的账号 严厉的处罚等等 比如时任白宫发言人的麦肯尼 在自己的推特上贴出了相关的新闻报道 他的推特账号随即被封锁 这引起了川普竞选团队工作人员 麦克哈恩的愤怒 他发邮件给推特公共政策主管卡罗林 斯托姆质问这一情况 斯托姆在推特内部发出礼貌的查询 几名推特员工说 通信政策团队和安全信任团队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 安全信任团队对于言论审查比较多 尽管有几位消息人士说 那年夏天联邦执法部门就可能的外国黑客行为 发出了一般性的警告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政府参与了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 泰比说封堵电脑门的决定是推特最高层做出的 但是时任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竟然并不知情 主要是前法律政策和信托主管加德发挥了关键作用 多西在很多次跨政治领域的实力中干预被审查的内容 推特高管和员工在多西背后做的大量的事情 他竟然不知情 这也让泰比深感意外 推特一位前雇员描述这个决定的时候说 黑客攻击是借口 在几个小时之内 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没有人有勇气扭转它 另一位前雇员说 每个人都知道这很糟糕 但回应基本上是 宁愿犯错继续犯错 推特内部冗长的交流中 全球传播部前副总裁布兰登·博尔曼问道 我们可以如实地声称这是政策的一部分吗 对此前副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 建议既然有人说笔记本是被骸的 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泰比认为科技公司和内容审核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许多负责审核言论的人对言论知之甚少 需要外面的人告诉他们怎么做 在一次交流中 民主党国会议员罗坎纳联系加德想和他谈谈因为麦肯尼被封 在国会激起的强烈反对的言论 坎纳是在档案中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位表达担忧的民主党议员 加德在回复中很快就用公司政策当党键牌 说他们当天已经澄清了围绕麦肯尼账号被封的问题 并说新闻秘书的账号并非永久性的被封了 只是要求他删除包含违背推特原则的内容 只要他服从就可以解封 坎纳认为那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认为即使是通过骇客取得的内容 如果能够让一场严重的战争曝光 那么作为新闻工作者有权利发表 也不应该为内容的来源负责 除非是他们自己支持了骇客行为 因此限制那个材料的传播 尤其涉及到一位总统候选人 似乎不应该用纽约时报和苏利文事件作为参照 坎纳说自己虽然站在拜登这一边 也相信他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言论审查的事情 是更大的事情 虽然他认为推特封杀有关Q组织的政策是对的 但是在总统选举如火如荼之际 限制一份报纸的不同意见 即使纽约邮报很幼也似乎不妥 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这件事情在国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保守派立法者们觉得大科技公司变得无法无天了 政府可能需要干涉 而民主党议员则认为科技公司无能 他们使得保守派搅浑水 让拜登竞选阵营看起来很腐败 甚至说就像希拉里的电邮门 希拉里什么错都没有 却因为媒体抓住不放 变得很难收场 在他们看来社交媒体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平时对有害的内容控制得不够严谨 以至于当他们封堵亨特的电脑内容时 就变成了一件大事 所以他们认为推特等社交媒体应该更加强硬 只留下他们所谓的事实 其他的一概封杀 至于第一修正案 他们认为不是绝对的 泰比说封杀亨特电脑门的事情 给推特带去了一股旋风 来自政府 学术界 民间组织 还有投资人的质疑等等 但是研究推特内部的交流文件 对泰比本人来说 也像是一股旋风 令人难以置信 他承诺将会有更多的内幕被爆出 他将回答许多保守派人士提出的 关于影子封杀 提升人气 粉丝数 各种个人账户的命运等等问题 如果有更多惊爆的内容 我们将进一步跟进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